第128章 平静的来源 上 其兵归营 青霞处的琴销声也渐渐连去 北宫伟阳和西门不惑听了演奏 情绪却依然沉浸在先前的气氛中 亢奋快意与疲惫的感觉揉杂在一处 直到被重重地拍醒 四师兄看了一眼王池 示意他做好准备 然后伸出手掌重重地击打在北宫与西门的后背上 他出手极重 北宫与西门只觉一阵剧痛 胸口受震 扑的一声吐出血来 正字枉然 还没来得及恼怒质问师兄何意 便被王池塞进了两颗药丸进嘴里 一道清新的药液 瞬间在他们的胸腹间弥漫开来 先前那些烦闷躁狂的感觉一扫而空 二人觉得舒服了很多 这才明白师兄为什么要打自己 像你们这样拼命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四师兄说道 夜里好生休息一下 北宫为央说道 多谢师兄出手相助 我那一掌不是关键 十一的药材 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王池 自幼爱思辨 爱花草 爱医人 医术不敢称天下无双 但所研制的药物 却绝对是世上最珍惜少见的品种 听着师兄们的赞赏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便在这时 二师兄走进了棚里 众人赶紧上前 帮助六师兄一道 把二师兄身上沉重的盔甲卸下 众人想着 先前夜红鱼在阵前腰战 师兄只淡淡回了句 你不是我的对手 便让对方退下 纷纷赞叹 师兄气度潇洒 二师兄平静地说道 那小姑娘厉害 要打赢他也要费些力气 能说句话便不打 自然是更好的选择 众人这才明白 师兄看似潇洒转身 实际上存的是这个念头 不由无语 其实姐微超想着 原来你不像平时表现的那般二啊 药丸在体内迅速地散开 北宫卫央觉得精神与念力恢复了不少 豪情壮志复生 说道 待好好睡一夜 明日再与他们打过 西门不惑此时亦是异性未消 说道 正是如此 没有人回答他们的话 北宫卫央此时的容颜憔悴 十指尽伤 西门不惑在身前挥舞的双手 还保持着吹消的姿势 看着就像鸡爪般可笑又可怜 谁都能看得出 如果再让他们拼命 只怕真的就要把命拼掉了 今日你们辛苦了 明天换我来吧 二师兄伸手 在北宫与西门的肩头拍了拍 北宫的身体骤然僵硬 西门张大了嘴 眼角微湿 二师兄微微醋眉问道 怎么了 北宫叹息一声 没有说什么 西门不惑擦掉泪水 感动地说道 师兄 入门这么多年 今天还是你第一次表扬我 二师兄沉默片刻 然后认真说道 以后 我会多表扬你们 七师姐看着西门不惑 像鸡爪子般的双手 打去说道 晚上啊 炖鸡爪子给你吃 西门不惑疑惑问道 为什么要吃炖鸡爪 一行五行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岂不是越补越糟糕啊 哈哈哈哈 清霞的出口处 响起一阵欢愉的笑声 水已烧开 米已讨好 七师姐开始做晚饭 书院后山诸人 此番前来清霞做了些准备 带足了米食和咸菜 而且有现成的火炉 他和王池一道动手 做起来并不复杂 南方圆夜间 西陵神殿联军 也开始收营 累造 做饭 看样子 今日的战斗 真的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炊烟处处升起 气氛终于变得平静了些 清霞出口处的气氛 却反而变得凝重了起来 二师兄为首 朱弟子站在他的身后 看着南方那些 源源不断的凉车 脸上的神情 变得非常难看 给西陵神殿联军 输送粮食的 是清和郡诸伐的民夫 那些粮食 想必也是清和郡的存粮 而就在不久之前 那些可都是大唐的粮食 北宫卫阳立声说道 总有一日 要把这些判贼 统统杀个干净 西门不惑 沉声说道 诸法子弟 必须死光 他们二人来自吉南海岛 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唐人 但在书院生活了这么多年 早已唐人自居 甚至表现的 要比四师兄等人 更为愤怒 四师兄 举着沙盘计算了 片刻说道 如果将来 收复清和郡 至少要杀二十万人 才能把诸法势力 清除干净 才能真正的 把这口气出掉啊 听着 要杀二十万人 北宫与西门脸上的神情 周然一将 他们是把生命奉献给 殷律的雅士 这辈子便是连鸡都没有杀过 虽说今天有千余的重计 死在他们的秦宵之声下 但他们实在无法想象 自己要去做血洗屠杀的事情 彭下一片安静 书院弟子守清侠 为的是长安城 是大唐 便是杀再多的人 他们也无所谓 然而 如果将来有一日 需要他们举起屠刀 北宫尾阳忽然笑了起来 说道 哈哈哈哈 不是 还有小师弟吗 西门不获恍然 连连说道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小师弟最擅长 做这种事情 四师兄和六师兄也纷纷地点头 心想 书院若要杀遍天下 舍小师弟其水 二师兄没有说话 王池在菜板旁说道 诶 梁菜办好了 有没有带芝麻 二师兄说道 吃饭吧 这个时候 众人忽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糊味 吉士姐叫了一声 急忙走到灶旁 一看 饭已经烧糊了 北宫卫央看着冒着糊味的白饭 叹息说道 哎呀 这老师带着大师兄去旅游的时候 后山里的火石便一直不怎么好啊 西门不获怀念地说道 嗯 还是桑桑在书院那阵 大家吃得最好 没有人指责七师姐 但他自己已经觉得很不安 青霞出口处的阵法已成 与二师兄和各位有药物的师兄弟相比 他的主要工作便是负责后勤 很是轻松 结果这样都没有做好 片刻后 不安变成了愤怒 他沉怒说道 柳师兄这个炉子是用来打铁链剑的 温度太高 哪里适合做饭啊 二师兄眉头微挑 不悦说道 此言无礼 无礼 七师姐正了正 生气说道 嘿 鲜我做的不好 就不要吃 一顿简单的饭食结束 该休息的休息 该为明天做准备的准备 四师兄说道 柳子他心里压力很大 所以才会有些休脑 那时候师兄你训斥他 他愈发觉得委屈 所以才会对你嚷嚷 你不要怪他 二师兄微微皱眉 有什么委屈 他担心你才会失态 结果还要被你训斥 这就是委屈啊 二师兄文言微正 沉默了很长时间后说道 没有必要 四师兄也不再说这件事情 因为书院后山弟子们 私下议论这事情 已经议论了好几年了 却始终没有议论出个所以然来 他转身望向蓬后的青霞入口 看着里面若隐若现的石子说道 如果神殿没有准备 我们还是应该在峡里守 这样比较省力 二师兄说道 万事必求稳妥 那便是最大的不妥 今日战局明朗 神殿方面却不停出动骑兵 就是想把我们逼进峡内 虽然我不知道进入青霞后 他们会有怎样的手段 但不到最后关头 我不愿意退这一步 这为什么呀 因为只要退出一步 便可能退更多步 四师兄转过身来 望向南方圆野间 黑压压连绵不知多少里的 联军军营说道 唉 我现在比较担心 对方会不会发起夜席 二师兄抬头 看着夜穷里的那轮明月说道 老师在天上看着 他们不敢 不知何时 棚内的同门们也走了出来 站到二师兄的身后 他们抬头 看着夜空里的那轮明月 各有怀念 这 真是老师变的吗 汪池问道 也许吧 二师兄回答道 六师兄不向同门们 如此容易感怀 他更习惯思考 简单而现实的问题 说道 柴火是个问题 要禁侠采木 容易被人偷袭 二师兄 指着棚外原野上 像麦田一般密集的箭支 这到处都是柴火 和时而热闹 时而感伤 基本平静喜乐的青霞口不同 西陵神殿联军营中 弥漫着挫败与郁闷的气氛 非常安静 白海新 喝了一杯酒 吃了两碗饭 便示意下属把十岸撤走 然后 他走出营外 看着月光下的青霞 眉头深皱 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他是西陵神殿联军的主帅 但事实上 在联军里的牌位 连前五都进不了 难道他还敢对两位西陵大神官 对剑圣柳白 发号示令吗 这便是他的苦恼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神殿大人物们的想法 不明白 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的骑兵 只为了把书院诸人 逼近青霞 既然是要恶守要道 那自然是在侠离守 更合适 他更是想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这书院诸人 宁愿在原野间 与大军血拼 也不肯后退数步 进入青霞之中 一名红衣神官走了过来 递给他一张纸 白海星看了两眼 眉头猝得愈发深刻 心想 这明天还要继续送死吗 传令 让诸修行宗派 和军中各五道修行者 全部来打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